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我國總統賴清德在雙十國慶管會上提到 若是要以論祖國,要論這個中共的論述來說的話 到底誰才是誰的祖輩呢? 那肯定是中華民國才是你的祖國,才是你的祖父輩吧 因為我們準備要過113歲的生日了 而中共國才剛過75歲生日 難道29歲的我,是生下55歲我爸的那個人嗎? 難道我要說29歲的我,生下55歲的我爸,亂七八糟是吧? 那當然這個論述是基於中共一直強調的論述 而我們順著下去說 那賴清德也提到了台灣藝人慶祝中共國的這個提問 那我們馬上就先帶大家來看一下第一段影片吧 最近我們的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號剛過完75歲生日 再過幾天中華民國就要過113歲生日 因此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 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的民眾的祖國 大家說對不對? 嗚! 看完這段影片 中共國目前啦,在我做影片的時候 倒還沒有做出一些回應的動作 反而是那些舔共人士破防痛罵賴清德 那些舔共人士很多有時候也是拿著中華民國當一個神主牌對吧? 說欸 沒有啊,我也沒有舔共啊,我是這個中華民國派 但是一直在模糊中華民國與中共國都是中國的概念 也一直順著中共國的立場去說話 也常常無視中共國對這個全世界 乃至對台灣的威脅恐嚇 每當台灣要做出一些防範的時候呢 反跳出來痛罵台灣 你說這樣的人拿著中華民國的神主牌 事實上你就是舔共而已 像是這個蔡振元啊,趙少康啊 甚至中天等媒體啊 都是轉發或是痛批賴清德 說你這次發言是挑釁中共 你們不是說台獨要消滅中華民國嗎? 那賴清德公開喊出中華民國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錯了嗎? 那難道你們拿那個台胞證去的那個國家 叫做什麼?中華民國地區嗎? 那你們應該在那個地區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但沒有,你們遵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那邊的公安那邊的海關是哪一個海關? 中華民國淪陷區的海關 請問這是什麼定義? 沒有這個定義吧 你們去的那個中南海去那個人民大會場 是哪一個政府的? 是哪一個國家的?是你們的嗎? 不是啊,是習近平的 哪一個黨?共產黨?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你不承認這個東西嗎? 你不承認這個東西你就在大陸領土上 做中華民國憲法的事你又不敢做 那就代表你變相承認了 只是你嘴上不說 所以我不曉得你們這些人在不爽什麼 你若是承認了中共國 是貶損中華民國主權 那請你們組織團體反攻回去 呼籲反攻大陸 如果政府不聽,推翻他 由你們當這個反攻先鋒 翁曉林當這個反攻衝鋒的前線 那個搶看第一線 然後趙雙翰你也去當 你不要在那邊嘴說 中共打過來我會不會? 中共打過來我會 那請你承諾 你現在要組織訓練 每天跑個三千五千 去訓練民兵 反攻大陸 你當第一線 中共打過來我當第一線沒問題啊 那你現在承諾 你現在明年馬上反攻大陸 你不敢做這個承諾 所以誰是俗辣? 你是俗辣! 你們連台灣人 想要防衛自己台灣的運算 全都凍結 還談什麼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理論 吃人說夢 我還以為這段言論會不爽的只有中共跟小粉紅 結果不爽的反倒是那些老是強調 中華民國反攻回去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國民黨部分人士在破防 我是蠻看不懂的啦 你們批判民進黨的力度 遠比奪走你們98%以上領土的中共國 殺害你們幾百萬國民 官員黨員的中共來得很 按你這麼說中華民國大陸也是你們的師徒 那共產黨也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執政黨 不是嗎?不然你現在就給我拿回來 那這麼來說的話 中華民國的共產黨統治的領土 比國民黨比共產黨來得多 那你不是應該監督共產黨嗎? 你有監督嗎?你沒有 要是你們跟民進黨合作那是絕不可能 但是國共合作 握手在中南海在人民大會館 吃飯喝酒談論怎麼瓜分台灣 怎麼樣阻止美國?這倒是家常便飯 害羞什麼賴清德這個演講是危害台灣的安全 賴清德你這個口嗨能得到什麼? 當習近平口嗨說要打台灣 用武力不放棄打台灣的時候 你怎麼不公開說習近平在口嗨呢? 蔣介石喊出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的時候 甚至說要打倒共匪反攻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覺得在禍害台灣 推向戰爭 那大陸領土是因為喊了態度而被佔領的嗎? 巴山炮戰是因為態度而打的嗎? 他想打就打 什麼都可以是他的藉口 我就反而納悶了 為什麼是我們這些想要台獨的台派 在守護中華民國? 然後反而是你們這些 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的人 在出賣中華民國 我看不懂耶 只要中共想要他準備好 什麼都可以是他打台灣的藉口 但這個時候你越是下跪 哪天你下跪的知識不對 也是打你的藉口 而那個時候你會更沒面子 那這些舔共的人士 只有在最安全的時候 最安全的地方他們最勇敢 例如現在的台灣 中共真的打過來的時候 我估計你看到連台軍上街你都要嚇尿了 我看到時候你敢不敢在我們面前 說叫我們投降啊 我們這個是台獨漢奸走狗賣國賊 到時候我再看你敢不敢反過來打我們台軍 你試試看啊 像是蔡正元以前說的這段 完全是謬論 他是以漢本位的中華民族思維去說的 他說中華民國是前朝的朝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後面的朝代 所以中華民國是前朝 那現在我們台灣是前朝 所以已經不存在了 你這段話已經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了 不是嗎? 然後他後面還說什麼? 那我們要不要說大清帝國是我們的祖國 這理論上說不通啊 中華民國則是一個政府的國號 真正的祖國是中國 中國是五千年前創立的 誰說我們的祖先只有七祖 所以以上才算祖先 五千多年前的漢族在這個土地上出現 漢族至少八千年的歷史 不曉得賴心的在講什麼 以上這段是蔡正元的原話 首先裡面邏輯全錯 他認為中國這個國家已經成立了五千年 中華民國跟中共國乃至大清大明 甚至這個蒙古帝國 還有這個大唐帝國 還有這個大汉帝國 全都是一個執政黨 都是一個政府 事實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就是不同的獨立國家 他們的皇室成員全部都不同 他們的政府也完全不同 他們旗下的官員體系也完全不同 這個國家之間只有侵略消滅與臣服 甚至他們的皇室統治的民族也各不相同 難道說蒙古帝國 統治了大陸地區 甚至統治了歐洲地區 那他就變成了中國嗎? 他就變成了俄羅斯嗎? 他就變成了印度帝國嗎? 荒謬啊! 蒙古帝國跟大清帝國的統治階層 他們是漢族嗎? 賴清德的意思是說 只有七十五歲以上的祖先才是祖先嗎? 我不曉得你是壞還是笨 竟然曲解成這個樣子 而你說的大清只是一個執政黨而已 那所以大清叫什麼? 大清黨愛清覺羅黨有這種東西嗎? 中國成為國家定義的概念是在清末 才正式有國家概念為中國的口號 而在此之前大明也好大唐也罷 中國的意思是指皇帝所在的範圍 以及地區的概念 中國這個地區 而不是中國這個國家 我大唐國統治了中國這片地區 聽懂了沒有? 不要再把這兩者混淆了 我今天是忽必略 我是蒙古人 我是蒙古帝國的驕傲 我統治了中國這邊地區 我是中國這邊地區的皇帝 不代表我的國家叫做中國 我還有很多其他地區 我還有俄羅斯地區 你看這個蔡真友還舉例 你看日本國 他有好多這個 不同時期的國家名字 叫日本帝國 日本或是日本國 等等你不要拿這個來混淆是非 日本雖然改了這個國號 日本國也好 日本帝國也罷 甚至這個日本都OK 但是他改的是體制 日本的皇室一直都存在 而日本維持國家概念 就是以皇室為中心 所以為什麼二戰之後 還只要保留皇室 因為皇室就是日本立國的標準 即便這個皇室沒有實權 日本皇室存在的多久 危機百科打開幾千年了 但是中國這片土地沒有歐洲那樣的天壽軍權 也沒有日本那樣的神武天皇 日本天皇是神的代言人 中國這邊地區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概念 無論是日本的哪一個大名或是日本哪一個大將軍 取得了實權 都不敢自立為天皇 因為他們就算實力在家 他們不是神的代言人 歐洲也是要神授軍權的不是嗎 皇帝的權利是受到各國的國王 大公國的也好是猴國的 甚至貴族議會乃至教會的牽制 而大陸這片土地上呢 是這樣子嗎?並不是 各民族之間的互相併吞奴役統治 大家在以這個漢本位的文化去做奴役去做統治 而當時的中國不僅僅只有地域上的概念 還有什麼呢? 誰的文明程度更高 誰就是中國 但是這兩者的概念跟國家不一樣 不要再被蔡振元之流 或是中共的那種大一統中國五千年去洗腦 確實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文化五千多年了 但是中國這個國家並沒有五千年 那如果比較這個邏輯的話 那歐洲也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甚至不同的民族 但歸根到底 他全部按照中華民族的理論來說 歐洲應該只有三大國家 第一是以羅馬為主的拉丁民族的拉丁人 再來是什麼呢? 日耳曼國的日耳曼民族 以丹麥為首都 德國、英國、北歐、乃至、奧地利 甚至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都應該是日耳曼國的 即便他們講的語言不太一樣 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 以英語為這個普通話 德語、丹麥語、芬蘭語都是方言 是可以的啊 一樣的嘛 同個語系的嘛 印歐語系的嘛 最後是以基輔羅斯為首都的 斯拉夫民族統治範圍 從烏克蘭、俄羅斯、車程 整個大半壁的東歐 所以拜託啊 不要再用這種荒謬的大一統邏輯來講 你帶到其他地區完全是偷換概念 那為什麼中共跟這些蘭共要用這種概念呢? 因為只有這種概念才可以維持他們統治基礎的理論 我們接著繼續看第二段影片吧 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已經75年 我們是不必再去談論這一層關係啦 但是如果有人要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日快樂 特別祝賀值要精準 切勿用祖國兩制 大家說對不對? OK 我們看完第二段影片 趙超康批評 莫名其妙誰把中共國當祖國啊? 我真的不知道趙超康你眼睛是瞎的還是怎麼樣 前幾天的中共十一國慶 還有前幾年不同時段的台灣藝人 沒有說過這些話嗎? 黃安有沒有說過?黃安就一個了嘛 還有其他舔共團體在台灣局這個五星期 大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 中華民國已經過去 我們要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個白狼 他不是還在台灣嗎? 你們眼睛都瞎了 你身為一個媒體人跟政治人物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了? 老花眼還是怎麼樣? 很多人都說賴清德的言論在挑釁中共 我奇了怪 中共在噴台灣的時候 你們這個邏輯跟標準 不見了 而且我們沒有說要去侵略北京 反倒是他們要侵略台灣 甚至你們國民黨還想要反攻大陸 當然你們是口罕你們不敢 習近平清洗軍隊清洗幾年了 拉下了幾百位高級將領 這是假的嗎? 請問這是在肅清什麼呢? 中共統戰部門是成立好玩的是嗎? 是成立給你們攔筒去騙錢的是嗎? 你在自己家中講話說 這是我家 我們的家不容許對面鄰居說三道士到我家放火 不允許對面鄰居意圖侵佔我家 你對你小孩子講這個話 結果你還只說你在挑釁你鄰居 你好會教孩子 你好會做人 做人做到這種沒有尊嚴的地步 你家騷了吧 估計你很喜歡被他人侮辱 但是在你眼裡 其實你還是中國那套邏輯 不是你貴我就是我貴你 你沒有平等的概念 雖然賴清德講的話也是眾所皆知 也是我平到四五年前一直在老生常談的話 包含賴清德之前講的這個俄羅斯還有外東北 這也是我們平到三四年前就講過 但是從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嘴裡講出來 能夠給我們國民提高保衛國家的意識 哇總統講出這個話跟我心中想的一樣 我沒有選錯人啊 我們可以認為這個總統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這是非常大的政治訊號 而這也是給國際看到 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終於跟台灣多數民意是站在一起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爸的小小姐的 掰